我怀了孕,大环境不安全,老公让我跟他回老家,坐月子。 新生儿没抵抗力,咱们工作又都能居家办公。 为了孩子考虑,你说呢?可你家是大山里。 我跟老公张文俊恋爱,一年结婚领证。 我还没去过他的老家,只知道那是大山里。 高情商的说法,那是现在很小众又很高级的世外桃源。 B情商的总结,就是荒无人烟的大山区,开车出来小镇都要一个多小时那种。 生孩子再是里面的医院,咱们再回去老家。 等你坐完月子,再回城里。 老公说,我知道,他把钱都寄回去老家盖了三层小楼。 他妈知道我肚子里面的是女儿,就舍不得我去月子中心。 我自己结婚为了面子,买了一辆车子。 现在每个月都要月工,也的确没钱了。 答应了老公,结果没想到,我们到老家,当天我就生了女儿。 婆婆虽然笑得勉强,可我板着脸说女儿才是宝贝,老公就当着我的面说了他妈。 女儿才好呢,儿子来花钱,女儿来带财呢。 我以为老公也很爱女儿,可我坐月子,他迷上了赌博。 赌输了三百万。 婆婆哭天枪地说日子过不了了。 我也差点气死。 没过两天,婆婆忽然热情地开导我。 我拿大鸭的八字去算了,有个大老板说大鸭的八字好。 只要咱们把大鸭送去给大老板养着,人大老板就帮文俊把钱都还了。 我直接翻脸,不可能。 都二十一世纪了,我从来没想过卖儿卖女的事情还会发生。 更别说,还是把我没满月的女儿卖了还赌债。 是张文俊造的孽,凭什么要孩子来承受? 那你找你娘家,把这大窟窿给不上。 是你闺女重要,还是你男人重要? 我婆婆对我没了笑模样,拍着床朝我吼。 我觉得婆婆这是老思想,山里面的顽固不化。 从跟张文俊在一起,我就听她说过,她妈一天书都没上过,一辈子都待在大山里面。 而且,她妈不喜欢走出大山,所以这辈子都不可能跟去城里,跟着我们小夫妻一起生活。 这也是我敢嫁给张文俊的原因。 我跟她妈不住在一起就不可能有婆媳关系。 我真的是把脑袋砸了,都没想过,我回老家做个月子避开病毒。 结果婆婆才是真的剧毒。 张文俊呢? 我跟她说,要不是我现在还不方便下床,我都想要去揪着张文俊的耳朵。 这事情我跟我儿子说好了。 我婆婆有些得意地看着我,又想起地看了看躺在我身边的女儿,孩子而已,你们都还年轻,又不是不能再生。 我再也忍不住,朝着我婆婆大声反驳。 欠债的是张文俊。 就算真的要卖身,也应该她去。 凭什么让我的女儿去? 门被打开了。 刚才我叫着喊着没出现的张文俊,现在出来了。 看着她瘦得凹进去的脸颊,其实我是心疼的。 可等到张文俊抬起头瞪着我的时候,我的心又凉了。 你怎么那么自私? 你不是说爱我吗? 现在出了事情,你就不能牺牲一下吗? 张文俊的声音沙哑,都是因为她熬夜到现在还在堵。 我原本的心痛,变成了愤怒。 对婆婆,我还有点对待长辈的约束。 可对待跟我领证结婚说要跟我一辈子好好过安稳日子的张文俊, 我拿起旁边的水杯就朝着她砸过去。 我不管你,我让你看求可以,别赌博。 你听我的话了吗? 我管着你的时候,你嫌弃烦,你能熬夜通宵看球赛,不能起来帮女儿换个尿布。 这些我都能当你不懂做父亲,不知道怎么照顾孩子。 可你妈现在是要把女儿卖了换钱。 有你这么作罢的吗? 虎毒还不似子呢? 躺在床上的女儿挖得一声大哭了起来。 我伸手把女儿抱起来,跟着女儿一起哭。 觉得当初自己瞎了眼,以为遇上真爱,结果张文俊没担当,她妈是个奇葩。 这事情,我一定要为女儿换卫权利。 没想到,变故来得那么快。 我还抱着女儿,就被张文俊抓着头发从床上脱下来打。 一个个拳头和巴掌落在我身上,我尖叫怒吼。 可怀里面的女儿还在大哭,我生怕拳头落到女儿身上,用身体挡住张文俊的暴力。 婆婆在旁边跳着拍手,对,就是得打一顿,她才知道你的本事。 打,狠狠地打,张文俊,我绝对不会把女儿给你们。 你们这是在犯法,我要报警抓你们,直到我眼前一黑,倒在了地上。 我醒过来的时候,摸到了湿漉漉的地面。 抱抱,我猛地睁开眼睛,朝旁边一摸,摸了个空。 刚才明明我把女儿抱在怀里面,可现在我倒在地上,还维持着之前跟张文俊吵架的情况。 那砸掉的杯子弄了满地的水还没人收拾。 可之前一直被嫌弃,婆婆和老公都没耐心哄睡觉的女儿, 却不翼而飞。 张文俊,我爬起来往外冲,结果发现门被锁上了。 我使劲砸门大喊怒吼,门被从外面反锁上了。 我只能透过一道门缝看到外面空空荡荡的。 曾经说,那么爱我的男人, 现在要把我批命生下来的女儿拿去还赌债, 还把我给关起来了。 我砸门怒吼,整个过程没有一点反馈。 直到我精疲力尽地瘫软在地上, 才有人在门缝那边出现。 我婆婆那张老脸带着嫌弃, 朝着我丢过来一个馒头。 闹够了吧? 吃吧,等出了月子, 你再怀一个不就行了。 多大点事啊! 又不是长孙,就是个丫头骗子。 我跟你说,我家阿俊那是三代单传。 正好把养丫头的钱都省下来, 直接生儿子。 我听着婆婆桑尽天良的话, 浑身只不住地打冷战。 都什么年代了, 婆婆居然还有这种重男轻女的念头。 这才是她把我女儿给送出去的原因, 如果是个孙子,她就不会。 妈,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你先把宝宝还给我。 行不,我恨死这老太婆, 可为了女儿, 我愿意放弃一切。 结果,我婆婆满不在乎地说, 孩子已经送走了, 你别想了。 丧尽天良的人活着, 就能制造出人间地狱。 张文俊回来以后, 把我关起来, 事情已经这样了, 你再闹也没用了。 咱们两个好好过日子吧, 我扑上去咬住她的脖子, 想要撕下来她一块肉。 婆婆拳头打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还死死撑着, 听着张文俊的惨叫声 让我难受的心脏得到安慰。 一个下三滥的, 敢打我儿子, 我打死你, 听到咔嚓一声的时候, 我松口倒在地上惨叫, 我的肋骨直接被婆婆拿着板凳, 给打断了。 我倒在地上听到, 婆婆跟张文俊说, 女人不打不老实, 就得狠狠地教训才听话。 张文俊抽出裤腰带, 朝着我身上打。 他们母子俩像是脱掉了羊皮的狼, 在我身上不断施暴。 我还没出月子, 根本打不过他们母子两个, 被他们暴打一顿之后, 丢回去房间里面, 把我的手机电脑全部拿走, 从那之后, 我的房间就上了锁。 我被软禁了, 而我的女儿还下落不明。 以前听人说, 被拐卖的女人卖到山里面, 除了当生育机器之外, 就只有死一条路。 那些妇女是被拐卖的, 我却是自愿走进大山的。 在房间里面, 我没日没夜地哭, 觉得自己瞎了眼, 选择了真爱。 结果真爱转手, 就给了我致命一击。 张文俊把女儿卖了换钱, 不顾我还在坐月子了, 想要和我发生关系。 被我挠花了脸, 又打了我一顿之后, 她每天只给我一个馒头和一盆水。 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稍一反抗, 就会被她打一顿。 如果我手里面有刀子的话, 我一定会直接杀了张文俊。 可每次我一想到女儿, 我都会咬着牙把馒头吃下去。 至少我得弄清楚, 女儿到底被送去了哪里, 才能把女儿给救出来。 所以在张文俊再次摸我的时候, 我没反抗。 张文俊开心了, 跟我说, 想通了吧? 这就对了。 咱们还年轻, 你真喜欢孩子, 咱们就多生几个, 多生几个, 好让她拉出去卖钱吗? 我强忍着恶心抱住她。 好, 我给老公生儿子, 第二天, 我跟着张文俊一起起床走出去, 才走出房门口, 我婆婆就冲了过来。 你不许出来。 妈, 我想明白了, 我会跟文俊好好过日子的。 我跟以前一样, 直接躲在张文俊后面, 伸手摸了摸张文俊的腰。 这样讨好的动作, 让张文俊笑了。 我知道, 她的大男子主义被满足了。 看到我这么依赖她, 张文俊才跟她妈说, 我是真的想明白了。 那不行, 她那天那么狠对你, 你就不怕她出去报警啊。 我婆婆说, 我跟张文俊都愣了。 我是没想到, 婆婆居然猜到我想要做什么。 张文俊是没想过, 我会报警。 你会报警吗? 张文俊转过头看我。 我害怕得手心都在冒犯。 老公, 咱们是领证结婚了的夫妻啊, 我怎么可能报警抓你。 女儿没了我是心疼, 可咱们还会再有孩子。 你以前对我多好, 我都知道, 我去哪里再找你这样的伴侣。 而且离婚的话, 我回去家里多丢人啊。 我爸妈还都是老师, 他们也要脸面啊。 他们那么满意你, 怎么可能同意我跟你离婚。 说到我爸妈, 张文俊表情松动了。 当初我爸妈知道张文俊家里的情况, 一分钱聘礼都没跟他要, 还补贴了我十万块的嫁妆钱。 之前因为我爸妈的这些举动, 张文俊还在我爸妈面前下跪, 哭着发誓一辈子对我好。 文俊, 你可是咱们家三代单传。 你要是被他算计了咋办? 我婆婆在旁边扯着张文俊, 看得出来他很不放心我。 张文俊犹豫了下, 带着我婆婆走到了走廊上。 我站在房间门口, 眼神看向大厅的门。 那门半开着, 外面下着雨。 车钥匙就挂在大门旁边的挂钩上。 如果我现在抢到那车钥匙, 冲出去报警的话, 文俊, 我喊了一声。 张文俊不耐烦地一回头, 等一下, 没看到我跟妈在说话呀, 她又低下头去了, 在跟婆婆商量着什么。 我的脚步朝着门口挪了挪, 他们都没注意到。 再走了几步, 我的速度开始加快。 当我拿到车钥匙的一瞬间, 我的心脏几乎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我打开门往外跑。 妈呀, 林小文, 你给我站住。 车子是结婚我跟张文俊买的, 这车子我没开过几次。 我一上车就把车子给上锁了。 第一次点火的时候, 没点着。 张文俊已经跑到车子旁边了, 他使劲拍着车窗抄我喊。 我抬起手就给了自己一巴掌。 冷静, 林小文你他妈给我冷静。 使劲转动车钥匙, 车子启动了。 我转头看着张文俊气得扭曲的脸, 放开手刹, 一脚油门踩下去。 我逃出来了。 我一口气开出山里面, 按照记忆里面的位置, 开到小镇上。 从车子上跑下来, 我第一时间跑到了距离最近的超市里面。 你好, 能把电话借给我一下吗? 我看着超市老板, 哆哆嗦嗦地说话。 对方是个大姐, 看我浑身哆嗦, 把我扶着坐下来了。 还给我倒了一杯热水, 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要手机, 我要报警, 我眼泪没忍住, 一下子崩溃, 哭着拉住大姐的手。 求求你, 帮我, 我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捂住嘴巴。 张文俊开摩托走小路, 追上了我。 表姐, 我媳妇生完孩子有点疯了。 这事情也挺丢人的, 你别跟别人说, 我没有疯。 我拼命挣扎, 抓住柜台不让张文俊把我带走。 再被张文俊带回去, 我会没命的。 然后我的手, 被张文俊她表姐一根手指, 一根手指地掰开了。 把婆娘带回去, 等外面不那么严重了, 你再带她去看医生吧。 婆婆用绳子把我的手给绑住, 张文俊把我塞到车子里面。 他们母子两个, 把我又带回了大山里面那个房子。 这一次, 张文俊拿着钢管, 把我的腿给打断了。 这下, 我看你还怎么跑。 我看着张文俊猙獰的样子, 疼得在地上打滚。 他们母子两个也吵架了。 婆婆怪张文俊没把我给打老实, 差点闯祸了。 张文俊当着我的面说, 以后每天都打我, 打到我再也不敢反抗。 之后的每天, 张文俊都会打我。 不管我怒吼反抗, 还是哭着哀求, 张文俊都没停下来。 直到两个月后, 我被打着的时候, 忽然肚子疼。 然后, 裤子被血染红。 我又怀孕了。 孩子没留住, 被张文俊打流产了。 如果不是我血流不止, 张文俊不会把我送去医院。 我也不会听到, 我再次失去了我的孩子。 在医院手术室里面, 我嚎啕大哭, 我哀求医生帮我报警。 打针定计吧。 医生看着我的眼神, 充满了怜悯。 家属说他疯得很厉害, 怎么还让他怀上啊? 生出来的孩子也不健康啊, 别人的事情少打听, 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 我看着没打开的手术灯里面 映照出我的样子。 头发蜡黄打结, 满脸的脏污, 张文俊母子两个, 真的把我变成了疯婆子。 差点死了的人是我。 可, 明明该死的人是他们母子 两个。 如果我就这样死了, 我爸妈怎么办? 我还下落不明的女儿怎么办? 我安静了下来, 任由医生帮我做轻功手术。 婆婆为了省钱, 我一出手术室, 她就说出院。 回去, 我给她煮个鸡蛋吃, 去去晦气就好了。 无知, 就是最大的底气。 我被带回去了屋子里面, 张文俊拿着手机走进来。 没生活费了, 你让你爸妈往你卡里面打点钱, 我心底生起一丝曙光。 这么长的时间, 我不相信我爸妈会不联系我。 可张文俊之前表现太好了, 她的伪装肯定也能糊弄我爸妈一段时间。 在这破山沟沟里面, 我凭着自己一个人逃不出去。 就算逃到小镇上, 我也很有可能被重新抓回来。 现在我只能靠着外面的力量, 来救我。 我爸妈也没多少钱, 我故意转开脸, 不去看那手机。 张文俊现在对我根本没有一点耐心, 抬起手就给了我一巴掌。 你他妈吃老子的喝老子的, 怀个儿子还掉了, 我没打死你都是轻的了。 你最好识相点, 要不我就把你拉出去卖。 婆婆站在门口说, 儿子, 她要是不打电话要钱的话, 就把她拉出去卖吧。 附近还有不少闲汉, 我惊恐地抬起头, 却看到婆婆脸上的满不在乎, 就好像对这种事情不以为耻。 林晓文, 你自己想清楚。 张文俊说, 我一把抢过来手机, 我跟我爸妈要钱, 我打语音电话。 我切换到了页面, 看到了满满的聊天框。 这么长的时间, 张文俊一直冒充我, 跟我父母朋友在聊天。 而被卖掉的女儿, 在张文俊的话里面, 是腰折了。 张文俊靠着这事情, 还收了不少的薄金钱, 打电话就行。 张文俊看, 我没打电话, 就把手机直接抢了过去。 她摁下通话, 再把手机点了外放递给我。 喂, 小文呢? 听到我妈的声音, 我差点哭出来。 婆婆冲过来, 在我胳膊上狠狠掐了一下。 你要是敢哭, 我就把你关到后山那柴房去。 我捂住嘴巴, 努力调整情绪才开口。 妈, 怎么了? 小文, 你嗓子怎么还没好啊? 文俊不是说你没感染, 只是普通的感冒肺炎吗? 难怪我妈这么久都没找我。 有张文俊冒充我微信聊天, 再加上我没了孩子, 还生了病。 我父母估计还以为, 我沉溺悲伤。 嗯, 我还没好。 妈, 你还好吗? 我看着张文俊, 声音沙哑开口。 我妈跟我聊了最近的事情, 我才说, 妈, 我生病花了不少钱。 现在, 手上头没钱了, 你跟我爸能给我转点钱不? 要多少? 我妈直接问我。 看着张文俊跟我婆婆, 脸上都露出笑模样, 我咳嗽了下。 你不是有五万的存款吗? 你都给我转过来, 成吗? 五万? 我婆婆一下子就乐了。 被张文俊瞪了一眼, 婆婆才安静下来。 这五万块钱, 对于省吃俭用一辈子的山里人来说, 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 我妈在那边安静了下, 很久才说话。 好, 妈等一下就给你转过去。 张文俊很高兴, 我婆婆更是高兴。 可他们不知道, 这五万块钱是之前我妈存起来, 说一定不能动的救命钱。 这通电话, 我希望我妈能明白。 我再跟她求救。 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张文俊拿着手机黑着脸回到房间里面。 你妈不是对你很好吗? 怎么现在又不转账了? 我看着对到脸上的手机屏幕, 上面还是张文俊在假装我的身份, 跟我妈聊天。 只是早上答应好的事情, 现在我妈改口了。 说是银行限额, 只能每天给我转三千。 这样, 最少要半个月。 限额是银行的事情, 我妈也控制不了。 你要是不放心, 我再打个电话。 张文俊忽然盯着我, 眼神发狠。 林小文, 你是不是又在耍花样了? 我现在还能玩什么花样? 我气急败坏地掀开被子, 指着自己的腿。 张文俊, 我的腿到现在走路都不利索, 你觉得我还能跑吗? 我现在宁愿用钱保平安。 我爸妈不可能不管我的死活, 他们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 钱迟早都会到的。 你现在跟我寒也没用, 要不你让我回老家, 我去柜台取钱。 张文俊不耐烦吼, 知道了知道了, 屁话那么多。 从知道我妈会转账开始, 张文俊就没对我动过手。 虽然还是没让我出房门, 三餐却开始给我吃正常的饭菜了。 他心疼的不是才流产的我, 他心疼的是没要到更多的钱。 直到第十天, 张文俊拿着手机又进来了。 你妈说要跟你打电话, 你说话注意点。 我知道, 机会来了。 我父母都是小学老师, 在小镇上收入中等。 可他们从小对我的教育, 就是一定要幸福的生活。 他们夫妻相爱, 对爷爷奶奶尊重爱戴, 对我更加是捧在手心上。 所以我也始终相信, 我一定可以找到跟我爸一样的好男人。 哪怕张文俊没钱, 不出彩, 他妈还很古板, 都没吓跑我。 我义无反顾地嫁给了 无微不至照顾我的张文俊。 我爸妈全心全意地支持我。 甚至我妈说了, 等我们再赚两年, 他们就帮我们出首付。 到时候, 他们退休帮我们带孩子。 我跟张文俊赚钱养孩子还贷款,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惜, 张文俊不是良人。 我妈在为我拖延时间, 可我妈应该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婆婆每天像是把眼睛粘在我身上。 哪怕先在我厨房门口上洗手间, 她都要跟着。 我知道再这样下去, 我摆脱不了再次怀孕的命运。 可我不会再为张文俊生孩子的。 晚上的时候, 张文俊又回到房间睡觉, 我听到她在旁边打游戏。 我闭上眼, 强迫自己放松。 很快, 张文俊就吼了起来。 你他妈是狗啊! 尿床上, 我被张文俊从床上扯下来, 床上好大一片湿。 张文俊还想打我, 我抱着头说, 我也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我尿了。 我开始哭, 哭得越来越大声。 直到我婆婆进来, 听到张文俊骂我尿在床上, 她把张文俊给拉出去了。 隔着门, 我听到他们母子两个在商量, 她不会是被打坏了吧? 她可还没给咱们家生儿子, 你快点搞, 把她肚子搞大了。 实在不喜欢, 妈把她迈到后山去, 再给你钱重新结婚。 晚上, 在张文俊碰我的时候, 我故意尿床。 张文俊被我整了几次之后, 烦透了。 能不能带我去医院看看? 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躺在床上哭, 一边哭, 一边发抖。 张文俊满脸不耐烦, 你去啥医院? 你也不害骚, 就你这情况, 去医院丢人现眼吗? 可我妈说过, 她之前也会这样, 后来去医院吃两次药就好了。 我提到我妈, 让张文俊下意识地看了下手机。 我知道, 我妈的钱还没全部给她打好。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去问婆婆, 这段时间在老家, 我早就发现了, 我婆婆很勤快地洗裤子。 这种年纪的人,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生孩子的时候伤到了, 漏尿。 文俊, 我上次月子没做好, 又流产了一次。 我不会不能生了吧? 文俊, 带我去医院看看吧。 就算是为了孩子, 张文俊不耐烦地出去了, 等了好一会儿, 婆婆进来了。 他那双三脚眼瞪着我, 看我蜷缩在角落, 哼了声。 别好了, 明天去看看。 要是生不出孙子, 我打断你的腿。 隔天早上, 我悄默默地起来, 看到桌子上婆婆泡的药酒, 到了一点在桌子上的杯子里。 等到张文俊睡到日晒三杆起来, 我坐在屋子里面听到他在吼婆婆。 你又用我的水杯, 倒要酒出来擦了是不是, 说多少次了, 别用我这个杯子。 婆婆嘀嘀咕咕地说没有, 可张文俊跟他妈一个德行。 这母子说话的时候, 从来不会听别人的反驳。 我走出去, 看到张文俊还在吼婆婆, 小声说, 那咱们去吗? 要不我来开车吧? 张文俊挺不耐烦的, 不过还是说了去。 他还是不放心我开车。 我跟着他上车的时候, 婆婆忽然也跟了上来。 我跟你们一起去。 我心底有些发沉, 两个人盯着我, 那我就更不好逃了。 可我没灰心。 我在副驾驶坐着, 听着婆婆骂我数了我。 上次那要是个男孙孙, 现在都好几个月的肚子了, 你个窝囊费就没保住孩子, 就你这样的德行, 要是今年还怀不上, 我就打死你。 你说, 你们家也是死穷, 几万块钱还要分这么多次给。 我没回答, 可听着婆婆一次次地骂我。 我原本不想要婆婆跟着一起的, 可现在, 我决定让她一起了。 到了市集上的路, 看着路两边停下来买东西的空车。 坐在后面的我猛地冲上去, 一把打转方向盘。 车子用力撞了上去, 剧烈撞击让我整个人摔回后座, 我抱着头, 听到玻璃爆裂和张文俊的惨叫声。 等我仰起头的时候, 路边的人全部都围过来了。 我打开车门摔下来, 眼前发黑, 报警, 帮我报警, 他们要杀了我, 张文俊也下了车, 直接勒住了我的喉咙。 不好意思, 我老婆疯了, 她是个疯子, 我先带她回家, 周围的人围观着看着, 没有一个人伸出手。 我清楚地记得, 当初在网上看到防拐视频的时候, 视频里面说, 破坏他人财物, 让路人加入你。 我咬住张文俊的手, 让他吃藤甩开我。 抄起地上的棍子, 我开始砸路边的汽车。 你们找他赔钱, 找他, 他喝酒了, 他是酒驾。 别让他跑了, 小摊子的东西, 也被我打掉。 张文俊试图抓住我走人, 可那些东西的主人, 不同意了。 有人听到酒驾, 马上就报了警, 不能让他跑了, 他要是跑了, 之后就测不出, 有没有喝酒了, 张文俊气得想要丢下我就跑, 可也跑不掉了。 他的车子刚才一撞, 已经被堵住了。 人的爆发力是不可估量的, 我不肯停下打杂的动作。 周围东西的当主, 怕我再做出什么来, 反而都把我给围起来了。 我婆婆从车上爬下来, 冲过来要打我, 可惜, 她打不到, 因为我被围起来了。 警察很快到了, 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几乎是嚎啕大哭起来, 因为, 我看到了憔悴苍老了很多的父母, 他们居然也来了。 我妈一把抱住我, 哭着喊, 小文, 你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 我爸冲上去打张文俊, 拳头一下下地打到他身上。 我靠在我妈身上, 看着张文俊愤怒, 咆哮着被警察戴上了手铐。 那一瞬间, 张文俊居然开始跟我求饶。 媳妇, 我错了。 小文, 求求你别这样, 咱们是夫妻啊, 你这样, 我以后怎么做人? 咱们谈一谈好不好, 我婆婆冲上去打警察, 叫嚣着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我举起手, 我婆婆贩卖了我女儿, 她也应该被抓起来, 该死的人, 不止张文俊一个。 原来当初, 张文俊给的家庭住址就一直是假的。 我没仔细查看, 就给了我妈。 直到我妈在电话里面, 听出来我的不对劲, 我妈就报警了。 可我妈说了地址, 警察没查到。 再加上口罩病情不断地加重, 我妈又没实质性地证明。 跨地报警根本就等不了。 我爸妈就直接过来了, 一直在镇子上找我。 这次我当众闹事, 所有人都看到了。 张文俊能有七大姑八大姨做帮衬, 却不可能真的在小镇上手眼通天。 他跟婆婆都被抓进去了。 我身上的伤痕, 我的医院病例都足够证明我经历了什么。 就算张文俊不承认是他打的, 可这些伤口却不会消失。 半个月后, 张文俊终于松口了。 可我婆婆始终不愿意说出我女儿的下落。 我在医院治疗了很久, 我爸妈陪着我。 直到一个月后, 我出院去看守所看张文俊。 都是你毁了我的一辈子。 张文俊在防护栏里面, 充满怨恨地看着我。 我直接笑了。 你这辈子, 也就这样, 还需要别人来毁掉吗? 张文俊很崩溃, 他朝我怒吼诅咒。 可他越生气, 我越痛快。 半年后开庭, 我在法庭上指控张文俊母子两个人蓄意杀人, 而且贩卖我女儿。 我婆婆才终于意识到, 这不是家事。 他们母子两个都被宣判了很重的刑罚, 可他们两个都没说出孩子的下落。 按照他们的说法, 就是要我一辈子都不安心。 我甚至怀疑, 孩子是不是早就被他们给害了。 可警察说了, 找了我家附近很多地方, 还带警犬去找了, 没发现孩子的尸骨。 可我不相信, 我的孩子就真的会这样凭空消失。 我决定自己找孩子。 单纯地靠自己, 力量太小了。 所以我联系了某些公众号, 让他们用我的故事, 帮我宣传。 我在微博建了账号, 开始寻找我女儿。 唯一能提供线索的, 就是曾经婆婆说的大老板。 对方很可能是没孩子的有钱人。 在大数据的推动下, 我的故事开始出现在网上。 配上我曾经受伤的照片, 网上直接把张文俊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 结果我看到了一条线索。 是关于张文俊他妈, 也就是我前婆婆的。 消息来源是匿名账号的私信, 你婆婆是被卖到张家的, 他之前是隔壁省的。 我当时想到了一句话, 他终究变成他最恨的那个人。 之前我婆婆对我的那些虐待, 没理由地恨意憎恶, 我终于知道是哪里来的了。 他被人那样对待, 他心有不甘, 可他不对着张家的男人报复。 他把自己经历过的苦难, 变成了手段, 用在了我这个儿媳妇 和他的孙女手上, 因为当时的我们反抗不了他。 我买了车票, 直接奔着婆婆的老家去。 人海茫茫, 我联系上了电视台。 我利用视频传播的力量, 继续在网上找。 直到三个月后, 有个大姐悄悄打电话给我。 我之前去做终点工, 好像在那别墅里面, 看到过照片上的孩子。 当时, 我是浑身颤抖地, 听完这个电话, 听那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姐, 跟我说了大概地址。 我想要直接报警找过去, 可又怕对方伤害孩子。 而且, 这只是大姐的一个电话, 她甚至都不愿意跟我一起去警察局。 我来到了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想办法应聘成终点工。 我的目的, 就是为了去那个别墅。 可能是命运开始眷顾我, 我蹲了两个月后终于接到那别墅的单子。 我去的时候, 只看一面, 我就知道那是我的女儿。 而且, 我发现那个买家对我女儿很不好。 对方是做生意的, 夫妻两个人不知道谁不能生, 才买的孩子。 我悄悄注意到, 他们还打算再买一个男孩子。 我在他家放了录音器, 出来以后带上录音, 就去了警察局报警。 有了他们打算买第二个孩子的录音, 我终于报到了我的女儿。 我配合警方做血样采集, 在自己花钱做了DNA对比。 直到一个月后, 警方告诉我, 由我提供的线索, 他们成功捣毁了那个买卖婴儿的团伙。 我时而复得的宝费女儿。 我爸妈也陪我来把宝贝接回家。 为了安全, 我带着父母和女儿搬家, 离开了原本的地方。 我们换了一座城市, 开始了再也不愿意回首的过去。 因为, 我不希望女儿听到她父亲, 曾经卖了她的事情。 我要给我女儿一个好的生活, 更加会告诉我女儿, 这个世界上可以相信真爱, 可绝对不能单纯地只相信爱。